外交部現在是再度的出包了 外交部他們委外製作六分鐘的國慶宣傳影片 但是沒有想到承包的阿賴耶公司 他們是勿將瑞士的阿爾卑斯山脈 阿彭策爾山的空拍畫面 就把它當作是台灣的玉山主峰 結果呢山友就發現了之後 外交部他們在2號的時候緊急的修正 重新上傳了一遍 那麼阿賴耶公司就表示說 這兩座山區這個畫面呢非常的相似 所以他們才會不小心的誤值 那麼對於這次的疏失 外交部也是向國人致歉 強調將會來檢討追究相關的責任 不過這一家資本額超過百萬元的 這個阿賴耶公司 其實2018年10月4號的時候 他們才成立 他們才設立登記 但是他們連續三年都拿到了 外交部的標案 而且都是限制性的標案 而且呢這間公司投標他們這個案的時候 原始的投標價是147萬元 決標跟底價金額也恰好都是147萬 引發了台北市議員游淑慧就質疑說 外交部到底是怎麼樣驗收的呢 另外趙少康他就說了現在什麼都外包 但是外包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質疑恐怕會思想受受 或者呢是有一些特別的關係 招標又是如何來進行的 那麼國民黨團昨天是炮轟說這個是2017年 外交部護照改版事件的翻版 那麼當時外交部他們推動的是第二代晶片護照 結果呢他們將內夜的桃園機場的照片 錯放為美國華府杜勒斯機場 結果55萬份印好的新護照 全部呢都是被迫作廢 當時負責這件事情的領務局前後局長都是下台負責 好另外來看到最新消息啊這是國內疫情最近的確是趨緩下來 那麼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他就表示 疫情現在相對的穩定 而且呢在中秋節前後的人口流動疫情都還是維持的相當好 因此從明天開始呢也就是10月5號起 要放寬戶外戴口罩的規定 如果呢是到山林啊或是海濱這樣子的空曠處的話 再加上能夠保持社交距離大家是可以不用戴口罩 不過這個空曠之處社交距離定義是蠻籠統的 民眾也覺得很難拿捏 那麼陳時中就表示說 沒有說一定要開罰但是防疫是全民的工作 戴口罩就是為了自身的安全 有需要的話大家還是要趕快戴起來 另外發言人莊仁祥他就表示說 確實是很難去定義清楚 到底什麼樣的地方是一個空曠地方 那麼如果你真的是在一個空曠的地方人不多呢 而且維持的社交距離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像是陽明山啊象山這種假日遊客登山客很多的山呢 當然還是必須要戴上口罩 另一個焦點來看到10月一連三天共機侵擾我西南空域 到昨天傍晚三天合計已經高達了93架次 那麼軍方內部就解讀說共軍這樣的舉動主要是針對美軍 那麼美中大國鬥而不迫煉兵展示 另外也是向國際來展示他們的戰力 並且要威脅恫嚇台灣那麼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他昨天是發表了 聲明他指說大陸加大對台軍事的壓力破壞區域和平與穩定 而且有誤判的風險 美國對此呢是感到關切以及憂心 呼籲北京應該要停止對台的挑釁與脅迫 並且就重申了美方會持續的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履行對台承諾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監察院編列了明年度呢 歲出預算增加到了10億元 那麼其中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預算編了將近1.4億元 但是光是今年人權會就有將近600萬的預算交到監察院挪用 包含了監院總體識別標誌以及支援監院90週年研討會等等 對此呢國民黨立委鄭立文他就痛批說了這個國家人權委員會 是淪為監察院私房前 屠有其名但是不見功能 那麼如今大開方便門便向自肥 對此監察院的秘書長朱富美他是強調說 一切呢都是有依照預算相關的法令 所以並沒有挪用的問題 最後一個焦點來看到大陸的部分最近出現了電力供應缺口 那特別就是東北省份 這個電力匱乏不得不對企業還有民間就是要停電啊 或是限電 那麼大陸也正在尋求外部的幫助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呢 俄羅斯統一電力進出口公司 他們在1號的時候表示印大陸的要求 他們將會把10月向大陸供應的電力增加一倍 那麼這間公司也表示說所有三條二中輸電線路呢都將會用在供電的方面 而且這三條線路每年大概都能夠輸送是高達70億度的電力 那麼大陸多地限電引爆了連鎖反應 二指需求端上漲那麼大宗的商品市場是面臨震盪 以能源和有色為主的大宗商品 他們開始出現了連續大跌 風險越來越大 另外限電也重創了浙江紡織重鎮 那紹興生產不及下游的產品是紛紛寒漲 以上就這集的讀報提供給大家 見面了 明天見 這邊 你在拍照 由 你在拍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